現在關鍵點就在於說開始滾動這顆雪球 讓對方在有進攻的時候在行軍上面出現一些問題 這個追擊直接擊殺掉了 Fearless來不及拿起來了 Gagrid的機甲也硬生的爆炸 哇這個速度有一點太快 Flyra一個閃光彈直接從他的當下把他給收了 這一波是有一個勝 看看有沒有辦法利用對方站位比較分散的關係 看到Gito已經移位到了點上 多角度的防守 你看外場還有人 就是我說去殺外場的人 這個勝不見得上 勝給得這麼早 Gagrid 但是這個脈衝炸彈 漂亮 激烈的交換 現在兩邊還分不出勝負 小Diva保下來了 拿回星機甲 阿阿多跟DR在外場都有各有一個擊殺 現在點百分比來到了99 但是上海龍之隊是把點拿了回來 阿多一個人來到了敵方進攻隊伍的後方 找殘壓塔 沒有脈衝炸彈 找到誰 沒有脈衝炸彈沒關係 一手指還是可以打死人的 一個放過線頭 漂亮 一敲敲掉了Gito的頭 雖然一上來看到第一個是麥克雷 他有點怕 但舞王已經交出了女武神了 Gagrid 已經殺掉了章把 這個核爆效果非常的不錯 而且DR的輸出環境很好 特色殺掉 而且麥克雷的對位 兩邊插身而過 神射手 你看前面 我看後面 但是這個柴亞塔即使地跑住了他 這個真的沒辦法 但沒有關係前端這邊的戰鬥 DR這個動作可以說是一個一換三 DR是走打坦克的位置 打坦克的角度 先擊殺掉了Cookie 對 側身這個位置是打坦克 打坦克路線 但是幾方 溫斯頓也是倒下了 張把被掛了一傷球 沒有被拆掉 吉甲現在殺害龍之的攻勢 稍微是暫緩了 因為天使沒有把Fearless給拉起來 兩邊的黑白盒都 開場都選了打坦克路線 沒有人抓對手 Edo的位置有一點危險 哇 Edo竟然這樣被抓掉了 就看DR了 現在傷害的壓力都落到了DR身上 而且 收到王朝隊打的真的相當聰明 他們完全都知道 當下他們的優勢 保持住這個節奏就是這樣 Fearless果然有 知道這個局面 往前開大就是開戰 但是弗雷塔花這一槍 我正想說弗雷塔的交戰角度 其實不算很好 他馬上就要被裂空盯上了 對 結果沒想到是在一片亂之中 反殺了對手的黑白盒 還好後續的機會 還是有到位 百分比來到了80幾 這時候趕快拿回來的話 對於傷害龍之隊 還是有相當大的機會的 拆掉機甲 點貓輕輕過來 還是要續到90啦 91 92 一樣是雙踢往前做協同 但是一定要保下Fearless啊 一絲血 還沒死 這一個賣送戰 雙斧都掉了 擋下了一波 扣招 可以追可以追 對方倒雙斧 那這一波看起來 要續下來只能盡可能的 保持自己的性命 等到隊友反場 然後迪亞又要有爆發傷害 96 沒事 傷害龍之隊這邊 還有人可以踩點 誰能來踩 誰能來踩 你看Overtime有人踩點 不要放棄希望 傷害龍這一次打得也相當保守 是 看到裂空的位置 Fearless在這邊 給予的壓制裂非常夠 又重演了 剛剛燈塔的一個狀態了 對 這次給的相當好 雙踢的協同又把對方的後排給毀滅掉 只看到對方 守護王朝隊是先佔領小房間這個地方 開始解讀對方的意圖 有沒有 點好人數 烈空不在這 麥克雷不在這 先想辦法在晉升的位置 這是怎麼樣要集火對方的溫斯頓嗎 換掉了原式 換成了原式 剛剛沒有第一時間看到 Fearless這個時間點 踩到了對手 相當漂亮的干擾 而且幫自己賺到 大把的能量進場 Fearless給傷害非常的不錯 戰術目鏡開起來 有一點危險 所以開啟戰術目鏡 跟Shan想要來擋這一波 但是沒有取得對方的人頭 還是選擇先擊殺 威斯頓 但在這裡 Fearless反彈了 螺旋飛彈擊殺 Dia 收掉Free Fail 這一波團戰已經結束了 是的 很可惜 傷害龍之隊自己第一波 拿下的優勢 並沒有辦法開始滾動起來 能量已經90了 再拖一下 拖一下 97了 可以 打到由勝剛好出來 相當關鍵 相當關鍵 Counter的漂亮 而且Flanta還被反殺 現在才反手開勝 所有王道隊這邊很虧啊 Gaguri也是矩陣保了一桌子 沒有讓幾方的參加塔死掉 現在 上海龍之隊非常有機會 可以再這波打回來 往前打吧 地圖拿下應該沒問題 但是現在能量最好多賺一點 OK 希望他們至少這一波的防守不要搞砸 對的還在找對方的步陣 索爾打得有一點慢啊 現在已經88%了 Beta已經被擊殺掉了 DR這個戰術目擊 效果非常好 阿諾這一個賣衝炸彈 炸掉了Cookie 而且看起來Tobi 是有一點難復活的 只拉了一個溫斯頓 少了一個原射狀況下 DR的輸出環境有點好 但剛講完 一桌子被帶走 沒關係 現在雙斧的能量都快要好了 FreeField的聖已經只差10% 保不住Five King 這時候Field也說 Kill Mercy Kill Mercy 有這個聖有沒有看到左上角的血線 Gigory DR跟Field三個人的血線都被奶了起來 FreeField的聖來得又是相當即時 再次的找到了天使的位置 兩拳 沒問題沒問題 把他打死了 DR再次倒地 FreeField也倒了 不過沒關係 Field還在 再次的盯住了對方的裂空 一拳 有沒有打死他 現在點上只剩下一個原射 他在自己吃補包 上海龍之隊的人數比較多 有了 剛翻場的Cookie 也很尷尬 完全沒辦法做其餘的事情 Field跟Cookie回場 就看Field這把刀不要讓他拿到成果 只能看在DVA的機甲身上 這已經是對於上海龍之隊最好的一個狀態了 而且小DVA還沒馬上被秒掉 有點危險 Field如果狀態完整的話 待會又要去跟著坦克塗這個後排了 阿圖在這裡 賣衝戰爛炸掉了Gido 少了一個彩牙塔 現在這個血球效應不會被滾起來 Field再次的回場 Field再次的回場 撐到DR 這個戰術目鏡準備完成 百分之八十四 八十六 八八八八八八八四 十七的能量 馬上就要叫出戰術目鏡 結束這場比賽了 再次倒地 戰術目鏡從後方過來 Overtime 結束 打一個大炮陣容 Field又換了一個角度進攻 這邊甚至Field都沒有看到他的位置 就被擊殺掉了 這就是Field使用黑白盒的時候 我覺得非常值得學習的一個點 是的 就不斷的變換攻擊的角度 你到底要從哪一個角度來去阻擋我Field的子彈呢 是 你看到這個溫斯頓跳過去就是想找這個黑白盒 而且很重要的一個地方 當然在這邊 阿董炸了一個脈衝炸 炸了一個Field 而且Field的勝也好了 及時的開起來 保住自己的性命 維持前排坦克的血線 迪亞也是殺了一名成員 找到天使鋸了一槍 再一槍透視開起來 這個天使叫隊友 Kill Mercy Kill Mercy Fearless No Mercy Kill Mercy 沒有辦法滾動騎這顆雪球 剛剛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現在這個位置至少比剛剛那個對稱團戰還好 可以可以 Mercy KP Mercy KP Toby 可惡 就差了一點 阿董 Kill him 但是他也沒死 還好 對 但這波還是被續下來了 哇 激烈的碰撞 車子也沒有往前帶太長的一段時間 這邊天使再一次的死血 不過阿董的血量危險 值得也就要回溯 雙斧掉了 這波上海龍之隊的進攻效果非常的不錯 Munchkins 對啊 用賣衝炸彈炸了一個Double Kill 但現在上海龍之隊的狀態也還不錯 這個可爆有點尷尬 沒事沒事沒事 Free Fail 再次給了一個勝 維持住大家的性命 這是為了反制想殺坦克 不過沒有拿到效果 我Free Fail大招就是大家的 是的 而且 迪亞 直接死了 這波雖然是反殺掉的Flaeta 但是這位置實在是太淺了 迪亞去找對方的黑板盒 去試圖找 直接用對位 對 狙擊手對位 去找對位的空間 有 迪亞果然是走那個 狙擊手對位的線 兩邊 互殺一個人 但這裡迪亞又先被開了一槍 沒有被擊殺掉 迪亞還是活了下來 現在只要他還在就OK Fearless 原始暴怒殺了天使 又殺了 裂空再找到Flaeta 再把他電死 Fearless 大哥漂亮 雖然是被中把給打死了 但這一波的進攻還是相當的犀利 現在車旁還有Gaguri 跟Edo兩個人 死命的在撐住 這邊是想要等到隊員回場 把車子盡量 盡可能停在這個位置 而且勝還開起來了 迪亞換成了7-6 返場回來 直接開一個勝 想要把Edo跟Gaguri殺掉 但沒有成功 現在情況可能還很難講 上海龍之隊又完整的成員 回到了車旁 結果賣衝炸彈也沒有讓對方得逞 反過來是Freeville開啟了一個勝 往前跟對方換血 機甲可以拆掉 這樣吧 被擊殺掉之後 就是一個人數的優勢 但是我們看到 上海龍之隊那邊擊殺還是不夠確實 是 但兩邊這邊的互換還是相當激烈的 Flaeta到底在什麼位置 他又再度的擊殺掉 殺了兩個人 天使可屁 但是就不帶 Gaguri 在車旁邊這邊的傷害真的是沉盾啊 但是 面倒了脈衝炸彈 炸掉了天使 現在車旁只剩下一個溫斯頓在卡車 對 他跟Edo兩個人造成傷害量非常恐怖 Flaeta原來在這裡啊 車旁只剩下兩個非常先細的人 一男一女 還在拖 Edo跟Gaguri 我眼淚到流下來啦 還在拖 還在拖 有 終於等到隊友 終於等到援軍了 而且迪亞一個羅群反彈 即時的炸災了 Flaeta的臉上 把他給擊殺掉了 所有王朝隊也超想殺掉車旁這兩個人 但是一直殺不了 但是就是沒辦法 這一男一女 選擇一個難度非常高的選擇 但在這邊來到第三段 上海龍之隊的進攻Flaeta 再次的開啟他的原始暴怒 Gaguri也交出了核爆 保護了一下自己 回到機甲上DR的這一個戰術目鏡 這個戰術目鏡效果非常好啊 漂亮 這邊再度一個Triple Kill 雖然戰術目鏡本身只殺掉了Flaeta 但是這個壓制性做得很好 還是在遠處就不斷地poke 因為現在沒有黑白河了 是的 溫斯頓過來壓制了一下 滴亞補棒插在原地 現在原地進行反擊 但是被推到了前方的位置 滴亞被秒殺掉 MIRROR還是強啊 這是MIRROR打得好啊 對 急殺掉了而且舞王也掉了 現在拆壓塔也死了 這一波竟然被龍之 被所有王朝隊這邊做了一個非常快速的擊火 就清光了所有人 是的 待會有空檔我再來講一下 兩邊這個前排的差別在哪裡 是的這邊Flaeta被找到 但是雙斧都在保他 這邊一槍 滴亞 這邊一比 你還真的在記啊 一比一 不過現在 車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黑白河倒地 其實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 就看Flaeta撐多久 沒辦法 多拖了幾秒鐘的時間 但這邊 該退還是得退 現在第二段的防守 上海龍之隊這邊還是主動進行了一波進攻 但自己後排也是有一點危險 MIRROR一個人開啟原始暴怒想要擊殺五王 五王頭上有一顆球 但是看起來還是非常的危險 龍之隊的位置很糟糕 呈現一個混亂的狀態 現在四面 整個B段其實四面八方 全部都是首爾王 後排還是很危險 聖直接交出來了 天使有一點危險 硬交出來 但是在這個持續時間內 一定要做到其中的事情 有交出來 有達到一個條件 雙坦都找到Flaeta的位置 做了一波干擾 但還是讓他就位 壓制了一下 不過畢竟這張出場還是太勉強了 沒有 就是為了出場而交保護機 這是有的時候非這麼做不可 但他還是很劣勢的一個動作 是 現在有一點危險 這一波團戰輸了 第二段就要被帶過去啦 這一波團戰 Gagarin換回了D.Va Fearless已經一個人在前方先進行抗壓了 但是這個傷害實在是太高 Frefuse有勝的 而且DR的戰術目鏡在後方也蓄勢 時代發現開始 Zomba也交自爆 但是Fearless也被先掉下 馬上拉了起來 還是一個6打6 但是上海龍之隊交掉了兩個技能 索性所有王超隊 也並不是大招運營非常強的陣容 對 而且Flaeta還是沒有人來限制他的輸出 傷害打上去 Gagarin差一點爆甲又被奶了回來 Fearless也沒有死 上海龍之隊這一波的團戰 拖了非常久的時間 但在這邊的消耗戰 有帶有7-6的這一方位 稍微優勢一些 不過Gagarin的機甲爆炸 而且Guito打出那個勝之後 這邊維持出前排坦克的斜線 直接對合板進行壓制 考慮換角色出來 不要放棄希望 人數都沒了 只剩下他都一個人 能不能極限續倒車 等到隊員反場 這只要到終點啦 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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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成小美 但是來不及碰車 Gagarin 車就在眼前了 還是被所有王超隊推到了終點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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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